真相過後 需要安慰嗎 其實我知道 我們公司的門檻高 我學歷又不如人家 安妮姐 我又擔心 我寫了這份檢查 再放到我的檔案裡 這年底考核 我肯定完蛋了 不用在意 你的這些檢討書 會放到檔案裡 我看過很多考核資料 其實一年下來 每一個人到年底 都是千瘡百孔的 你的上司會有 他的審核標準 當然歸根結底 所有的考核標準 只有一個 就是你能不能做好工作 讓你的上司省心 所以承認錯誤 承擔責任 把因為你的錯誤 而導致的損失 降低到最少 這是你要做的 好吧 那我就把這個檢討書 分為三部分來寫 第一部分 我寫清楚事情的脈絡 第二部分 我承認我自己的錯誤 第三部分 我 我協助解決的辦法 好難受呀 我要唯心地去承認錯誤 我畢業之後 越來越多的事 都是沒心的 可我除了忍耐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安妮姐 長大好累呀 長大好累呀 工作好累 跟你分享一個 開心的事吧 其實之前我跟小曲探討過 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失業了 其實我和小曲都願意拼用你 真的嗎 為什麼呀 安妮姐 你們都願意要我呀 因為日久見人心 我們都很明白 你是一個很認真 而且能夠做好事情的人 所以我相信你的上司 應該也會 跟我和小曲的判斷 差不多吧 真的呀 安妮姐 當然 你只需要 改造你的一點點 娇氣就好 安妮姐 我不娇氣 真的 我媽當時就跟我說 說不想讓我一個人 到大公司來 說我壓力大 太辛苦了 她說我是個女孩 這家裡又幫不上什麼忙 安妮妮 怎麼辦呀 我越受越難受了 我感覺都讓我媽給說中了 可我不想讓她看死我 那你就堅強一點 別讓她看死你啊 我得堅強 我這次我一定要努力 撐過實習期 我得加油 我一定不被別人刷下來 加油 加油 怎麼不接電話呀 我有什麼事呢 我有啊 來 媽 媽 你怎麼不接電話呀 我還以為你出什麼事了呢 我早上起太早了 晚上又加班 我剛才在廁所睡著了 你在洗手間睡怎麼醒啊 別感冒了呀 這怎麼又加班呢 趕緊回去 咱不加了啊 過去洗個熱水澡趕緊休息 聽見沒有啊 媽 不行 我把方案給做錯了 我老闆讓我把它給改過來 這如果改不好呀 我年底考評就完蛋了 完蛋就完蛋 身體重要還是工作重要啊 聽媽媽話聽見沒有 我告訴你 管管 你年輕的時候不注意 老了老了 這病就找到你身上來了 有你瘦的 媽 真的不行 這方案是我做錯的 我有責任把它給改過來 行了 媽 我不跟您說了啊 我得趕緊回去工作去 對了 媽媽 你明天早上給我打個電話 我怕我太困了 我又像上次一樣 隨時我把鬧地給關了 好好好 趕緊回去吧 回去吧 好不好 到了家了給媽媽打個電話 別讓我擔心 好的 拜拜 媽媽 好 掛吧 你先掛 這樣打架了 累得都在洗手間睡著了 這年輕時候累了 在洗手間打個盜 有什麼了不起 這麼堅輕的時候 不是也有忙的時候嗎 那也不能忙成這樣吧 要我說 咱女兒就該回到家裡來 靠個公務員 又踏實又穩定 然後再找個合適的人嫁吧 一輩子幸幸福福地過 多好啊 比留在那兒舒服多了 你怎麼想 對女兒這麼想也行啊 行吧 別操心了 過兩天我到上海出差 我順便去看看她 你要去上海呀 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幹什麼天啊 我聽什麼亂啊 咱倆上回涮涼的事你忘了 豬腦子 好好好 啊